十几年前 无意中听到某人这样评价 当今的多数中国人 有知识没文化 笔着听后有点感想和大家分享 所谓文化 文者语言文字也 画者转化变化 文化是用来熏陶和转化人们心灵的语言或文字 文化是在一个民族中绵延流传下来的观念 习俗 思想 艺术 宗教等 更具体的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 心理特性 审美情趣 价值观念中 文化有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或主文化与亚文化之别 文化具有民族性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 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社会发展的连续性 决定文化的发展 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 所谓知识 知者 了知 了解 实者 认知 认识 识 识别 也 知识 是人类从社会实践中 总结的认识成果 包括科学知识 技术知识 文化知识 历史知识 等几大类 科学知识又包括自然科学知识 社会科学知识 知识没有民族性 是人类共享 其中文化知识 指的是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但还没有接受或认同 一旦接受或认同 便有转化其心灵的作用 此时知识便可转变成 文化 例如 佛教文化知识 是对佛教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但还没有接受或认同 一旦接受或认同 便有转化人们心灵的作用 此时佛教知识便转变成 佛教文化了 知识和文化区别的重点 在识和化 一者是识别 一者是转化 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 目不暇接 但文化却是不容易更新的 是 道 如 三大传统文化 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彻底的洗劫 几千年累积和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绿洲 几乎变成一片沙漠 但是 现在他们又慢慢的复苏了 真是因了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句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